一個外表越強壯的人 看起來越兇悍的人 搞不好他內心越虛弱 所以我覺得雙魚的外表跟內在 就是外表非常 內部不身風 可是內在很可能是小白兔 繼外星人水瓶男之後 我們現在要聊聊海底生物 雙魚男 雙魚座嘛 牠們是一個非常重FU的星座 牠們喜歡男生還是會喜歡女生 說真的 牠也會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要等FU來了才知道 面對這樣的雙魚 我們有必要好好了解牠一下 雙魚男自己很夢幻 但牠希望另一半很實際 不要忘記了 雙魚座的夫妻公 就是落到了處女座 所以你的能力很重要哦 牠們欣賞有能力的人 能力越高 越機車 也沒有關係 有一種感覺就是 和雙魚座聊了半天 牠好像什麼都說了 但又好像什麼都沒有說 某種程度來說 我認為這來自於雙魚座 非常深層的不安全感 沒錯 雙魚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都一定有情緒 也有不安全感的問題 牠雖然不見得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但牠卻能夠拿出變動星座 有陰陰的能力去應付牠 所以當牠不斷不斷地講笑話 就代表牠還不能夠信任你 或者是牠還不知道如何自處 或面對這段關係 所以牠準備用這種令人愉快的方式 跟你互動 而且雙魚座呢 有雙這個字嘛 所以牠們兩面人的特性也很嚴重哦 比如晚上跟你訊息得很熱烈 什麼都聊 可是白天看到你卻很害羞 一句話都不說 這的確也是雙魚座的特性哦 因為有時候牠看到你本人 就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能就變得很被動啦 聲音很小聲啊 彷彿有兩種靈魂在牠身上 其實牠很需要被崇拜 牠們生理上是需要被照顧的 因為牠們很喜歡裝弱小 很喜歡訴苦 或者是裝可憐 對 看起來好像需要被照顧的樣子 但其實精神上牠需要被崇拜 而且跟獅子座不一樣哦 獅子座是牠希望你崇拜牠的能力 但雙魚座希望的是 你無條件崇拜牠 雙魚座的想像力也很豐富哦 牠喜歡你 牠也會腦補你喜歡牠 所以當一個雙魚座跟你裝可憐 這裡痛那裡痛 好冷哦 好餓哦 誒 就是表示牠在看 你有多關心牠哦 只要你真心讚美牠 牠就可以無怨無悔地坐下去 家裡的碗啊 衣服都牠來洗也沒有關係哦 不要忘記了 因為你崇拜牠嘛 牠當然願意坐嘍 剛剛說那個雙魚男 就是會洗完洗衣服的時候 牠一直老頭 表示你是牠的女儂 沒有人要捏待牠啊 雙魚男 雙魚男有奴性 OK 牠們其實是有奴性 你要懂得把牠 奴性的那一面激發出來 譬如說你就是女王 牠當然就是奴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平等地對待牠 牠們的劣根性就會出來了 牠能躺牠幹嘛站呢 所以你要跟一個變動星座相處 牠是跟你互動出來的 牠到底後來變成一個渣老公 還是一個好老公 是一個很在乎這段關係 還是不在乎這段關係 其實都跟你有關係 雙魚也是一個記憶力 非常好的星座 牠怎麼都記在心裡 所以如果牠覺得你對不起牠 牠會在腦子裡天天把你對不起牠的劇情上演三遍 而且牠選擇不說 雙魚男如果對你不滿 大部分牠是會先忍耐的 如果你的雙魚做老公會在社群網站上 抒發心情 或者是PO那種不具名的心情文 那這很可能就是在雙魚男 一個雙魚男如果存心要搞消失 你是找不到牠的 牠們非常擅長隱身 所以如果突然找不到人 我跟妳約好了又不出現 那麻煩你對牠留效觀察 說真的 這種雙魚男我們就真的應付不來了 雙魚是掌管犧牲奉獻 這四個字的星座 所以有時候越不能夠在一起 越是帶有犧牲的感覺 越是帶有奉獻的感覺 越能夠把牠捆綁喔 所以雙魚也是出櫃 或當小三很高比例的星座 因為這種宿命感真的太吸引牠了 所以一個雙魚座如果牠事業很成功 但是感情很混亂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感情可以說是這一類雙魚座的罩門 雙魚男是不是都很喜歡健身 雙魚座非常喜歡健身 身材一般都能好 我有一點擔心 因為我覺得 牠們健身的潛意識就是 牠覺得牠太虛弱 牠需要保護 所以牠才會努力地強壯自己 所以牠內心其實還是虛弱的 一個外表越強壯的人 看起來越兇悍的人 搞不好牠內心越虛弱 那這個虛弱又來自於 牠對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嗎 這很難說 所以我覺得雙魚的外表跟內在 就是外表非常虎虎身風 可是內在很可能是小白兔 如果你喜歡一個雙魚座 我會給你幾個叮鈴 第一個不要忘記牠是變動星座 你可以表現崇拜牠 但是不要太黏牠 變動星座的人都需要空間 都需要自由 而且牠們也喜歡 你是一個獨立性格的人 不要因為牠看起來好像很虛弱 很希望你投入照顧 然後你就一股腦也把自己奉獻給牠 這樣子就失去神秘感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